这个游戏确实太难为田振了 不论田振怎么扔 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连着失败七次 难度远远超出了田振的预期想象 不得已只能现场求助 胡夏上场后 即使挽救了尴尬局面 但时间已经落下一大半了 用14分29秒 完败周深战队 起低海鲜火锅实至名归 走上餐桌后 两队不停的内卷 范士奇认为海鲜火锅很一般 孙岳表示我们有羊肉 毛肚重点来了 最后一句直呼 我们还有深深可以往里涮呢 秒便压轴菜品 吓得周深脸上写满了问号 很多歌迷都表示心疼深深了 既是主持人 也是时光音乐人 没想到还要成为孙岳的火锅食材 当然了 这只是孙岳的一句玩笑话而已 并没有要拉踩周深的意思 动筷子后 别人都在享受美食 只有周深一人在Q流程 发出提问 吃果锅都有什么必吃的菜品 杨勇琪必须吃蘑菇 阿杜喜欢虾 一说的话就更搞笑了 杨勇琪怎么还不滚 孙岳再来点醋 胡夏走一个 一看就是饭局 老江胡了 值得一提的是周深自爆火锅战料 秘诀就是每个东西都加一点 做出来后像极了一盘菜 鱼鹿军粘试掉法 深受身边好朋友的一致好评 只可惜周深吃火锅时不喜欢蘸麻酱 要知道 北京人吃涮肉 全瓶一碗麻酱 浓浓的二八酱 那叫一个地道 如果可以再来点糖蒜 辣椒油 堪称完美 跟着周深的话题 杨勇琪直言会在底料当中加入生鸡蛋 成功刷新周深对火锅底料的认知 一系列出圈小表情可爱至极 没等周深吃几口 导演就开启了第二个游戏 起心协力出题后 知道答案的一对 先喊我知道按顺序每人回答一个答案 四个人的所有答案 必须是15个字才能获胜 中国女艺人有哪些周深火力全开 一口气喊出了梁勇琪 迪利热巴 古利纳扎 哈尼克兹等人的名字 陈丽诺关键时刻助攻出才表现深受好评 第二题知名足球运动员名字 周深再次抢答 但因字数超标 回答错误 火锅常算的食材有哪些阿度战队爆笑百出 但是急来了一句纯生的土豆 在看周深 充分表现出了队长的职责 让其他队友先说 最后剩下一个字后 用肉完美概括 一点毛病都没有 第四题男女对唱的歌曲 梁勇琪治愈系坚持到底 周深 一下感觉坚持没那么难 看完时光音乐会以后 他对梁勇琪 真的是越来越有好感了 不但长得漂亮 情商也高 最关键的是 他的嗓音 还这么好听 梁勇琪的嗓音 永远都是那么的温柔 哪怕是最伤心的人 也能从他的身上 找到一丝安慰 上一期的预告片中 他们就知道这一期会是阿杜的演唱会 于是他们开玩笑说 阿杜的苦情能不能变成一首甜美的歌曲 阿杜也很期待这首歌会有什么不同 那时候 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一个很高难度的任务 但是 在看到了预告片以后 所有人都很期待梁勇琪的表现 虽然早就有了预告片 但是 看到完整版的时候 还是被吓了一跳 梁勇琪太厉害了 什么歌曲都能唱出来 从一首悲壮的歌曲 变成了一首治愈类的甜美歌曲 梁勇琪是这一季的压轴秀 他选择了坚持到底 这是阿杜的经典作品 梁勇琪回忆 这首歌一开始很火 在香港的电台DK们也经常给他推荐 他也想要一条光明的道路 他觉得这首歌很有潜力 想要用自己的热情把它变成一个男子汉 有不少网友开玩笑说 看着GG的坚持到底 简直就是喝了一口甘露 太温暖了 让人心晃神怡 而且 从头到尾 他倒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胡夏也挺好笑的 他最近在看一部小说 虽然有点阴谋 但是 梁勇琪的一首坚持到底 让他觉得 如果他的女主角 也能像他一样 唱出那样的歌曲 那么他就会爱上他 简直就是一种治愈 而周深的评价 则是真心实意 阿渡的话 就是要坚持下去 要不顾一切 要咬牙坚持下去 但是 梁勇琪的版本 却让他意外的是 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 让他的内心 变得更加的坚定 这是一种能融化观众心灵的温暖 梁勇琪的演唱会在下个星期举行 希望你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